投资产 您的股票就像贵买指数一样又创高了喔 像是华欣科已经连三天分出了 今天收盘价也是9个月的新高 还有双结棍的光洁 今天盘中也大涨了6% 申达科收盘价更是连5天在创高 那您说呢 台股接下来有机会要上万六了 明天是吗 不是接下来 明天就是了 对 整个就压这么大 我要压身家 那压身家这一档股票是什么 现在给你多一点点提示 除了这以外 我在独家的期货教学 我要告诉你 市场上最矚目就是我一年前一直跟你讲CPI数据 你不相信 晚上8点半台子期夜盘 绝对会大幅度的波动 怎么波动 我出了一个独家的台湾股市推背图 会不会删16500 会不会删16800 我都讲得清清楚楚 我连今天晚上8点半的期货推背图怎么操作 都有了 还有所有的标股介绍 相关标股介绍 通通在今天的荣耀华节 你一定要看 大家好 我是仪惠 欢迎收看 好看荣耀华尔街 今天是4月12号台股上涨19点 收在15932点 今天晚上8点半美国要公布3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也就是CPI 这可能会影响到联准会的未来升息路绩 市场观望 市场观望气氛 相当浓厚 而美股四大指数呢 是涨跌互线 台股今天也呈现了 霞幅震荡 不过呢 好消息是贵买指数今天又在创高了 后市盘是解析 我们要交给经济日报选顾冠军记录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粉丝人数最多 演讲讲座场场爆满 最受欢迎的分析师 郭哲荣 投资长 投资长好 一位 各位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呢 贵买指数 明天就要上万六了 我先大胆的预告 好不好 好兴奋 很兴奋 节目我就是要刺激 我就要跟人家不一样 我就要一切一切 预告到前面 不认对或错 你说 好 其实今天呢 贵买指数的走势啊 其实我觉得跟投资长的很多股票都很像 都很有冲劲 是 像是华兴科 已经喷喷喷喷喷 连三天喷出了 今天盘中大涨了9% 股价也来到了9个多月的新高 还有双节棍 这个两节都很厉害 光节今天盘中大涨了6% 还有莱杰今天也有将近2%的涨幅 还有呢 想创为 政要跟申达科 今天盘中就大涨超过3% 尤其是申达科 他的收盘价 已经连续5天 创下新高了 申达科每期5天都能给你拉 对 你说没有人在买吗 我还真不信 是不是 你就要找这样的不同的分析师嘛 一切一切 一个要一切面 今天大堆股票涨 涨不停 好 好多 还有 还有创为 今天呢 收盘价也是 拉尾盘喔 也是来到了7个月的新高 所以今天晚上要公布这个CPI的数字啊 其实市场都好紧张 我觉得大家也好紧张 比如说我们今天观看直播的人数也比往常更多 是 对 我爱你们 爱你们喔 是 来 你说 所以您昨天有告诉我们这个独家的推背图 还说呢 今天就是 最后的买点了 您刚有提到明天就会穿万六 我们是不是有可期 可期待的事情 哇今天我下这个标题的时候 我助理们都倒抽一口气 头掌 要赌这么大吗 是 所以我怎么赌那么大 台股已经连展4天就如我所料啦 这个CPI就是要下去了 好不好 是不是你 其实一位你现在每天都会看一下其他财经节目嘛 所有大型的你看东升非凡的财经节目 大家现在都在讲CPI这些数据 是 那 喷出去了 我真的跟大家讲这个会不会喷出去很简单啦 你只要靠到时候靠到网路 到时候怎么样 你看期货就知道 期货的一个走势图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是 期货走势图 没关系你继续讲 我们只要看到期货走势图你就会知道到时候 急拉 急杀 你就会发现到 诶 这则CPI这么重要 很重要 好不好 很重要来你继续说来 所以今天头掌您要教我们这个 独家的这个期货 等一下我教大家 虽然看的人不多啦 好不好 你们要敲碗如果你要有教你期货教学 你们在底下留言一下 好不好 因为我要知道人多不多 如果人不多我就讲快一点嘛 人很多我就讲久一点嘛 好不好 其实真正的分析是要 讲在前面我不要 我不要伺候马后跑好不好 这期货到时候你会在哪 这是期货的走势 对 到时候你会发现到 到时候8点半的时候 期货会直上 或直下 取决于这个CPI数据 那 你就会发现到 如果你看了分析师 他连讲CPI都没有 代表他根本没抓住行情 如果讲CPI是 像我们一样 那是不是模仿我们 所以你要找真正的分析师 事前讲在前面 你懂吗 我都已经给你推背图了 我讲推背图除了我们油爱福利社 我们在独家推背图 你想想看还有哪个老师像我们讲的那么仔细 因为我可以打包票 今天晚上因为像之前有很多人说 那个 当然我们不知道攻击谁啦 我觉得大家都有专业有差 大家每个人专业都有 就是想 飞龙交易数据也很重要 小飞龙 可是我一直强调 最重要是CPI 所以今天晚上8点半你会看到 美国棋子会急速的 我认为是喷出去 你就发现到 泽泽讲了一年的都是带罪的 你就发现到泽泽为什么可以跟别人不同 我也讲清楚为什么泽泽可以跟别人不同 我们先来给你推背图 CPI推背图 因为 我现在要讲 你会发现到我是 实际感性出的分析师 因为今天 有人说泽泽 你还有名喔 我在网路上搜寻你 随便搜寻到 就有了 朋友我今天看到我啦 来 对 因为很多人问我说台湾50那上万6了是不是应该赚多少 报纸新闻都有我都不想受访都都有跟我讲 最狂分析是解套有没有看到 有 有 这新闻你如果搜寻你打郭忠宏0050就跳出来了 打郭忠宏0050就跳出来了 解套了 砸了6000万买台湾50 曾经亏600万 现在倒赚400万 其实早就赚快1000万了 这边有新闻是赚900万 不是4000万是6000万 新闻都有啊 随便新闻都有有没有看到 对 我用台湾50来告诉你 因为我不能买股票 我是分析师我不能买股票 所以我一直说我当分析师我少赚很多 没跟你开玩笑 你记起来一件事如果一个台湾50 我都可以赚到快1000万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这随便一个新闻都有嘛 是不是你看 打郭忠宏0050 最狂分析师有没有解套 因为之前怎么样 之前亏钱啦 什么叫解套 之前亏钱啊 所以我在12000多点的时候我亏钱我是每天讲 不是等新闻报导我是照跟你讲 我就是职求对决的男人 你看到越多人批评者责 那只是代表的是他们没法达到我的境界 因为越批评我越凶的 分析师们 他越不敢跟我PK比赛 你记得这句话 他连丢10万块买台湾50都不敢 或做矿台湾50都不敢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要活在他们自己的世界我不在乎 我只告诉你我会是最努力的分析师 今天晚上8点半见 今天晚上如果台湾50真的喷出去了 上万六了你要恭喜指责 那会不会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 我只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几率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几率 他普通会很大 所以你一定加我的LINE跟Teregram 那今天我百分之百的文章会在Teregram上面 你要不要加随便你 因为我 发有价值的文章 结果 不是给你收钱 是我要付钱 给LINE 是 我一个月付个二三十万 所以我的LINE 的文章 我一天顶路发个一两次 就这样我coda就是三十万 今年还要给我涨价 LINE真的是很该死 好 你知道这把我们这种赶走 你还算VIP用户 对我算VIP用户 我一年砸个 四五百万 一年都可以 一年都可以换一台那个宾室的 好不好 就跟大家讲 换台机有意义善的 这个都跟大家讲 一个月都花至少三十万 所以LINE 的讯息 因为我又是全台湾粉丝最多 你去点击去就知道 你点击去看我大头贴就知道了 好不好 就知道这个我们LINE粉丝人数十几万人 这个没有骂骗人了 点击去我的人头 就知道有个人数了 你就知道我是全台湾最受欢迎的分析师 可是 我大部分文章在Telegram里面 Telegram我们每次分析师里面最多 大概四万多人 LINE Telegram都要加入 不知道 点击去就对 我们的画面就对 有标题就对 像今天标题就是说台湾连展四天嘛 明天要三万六了 你点击去后 他会有个连结 我说影片连结 影片里面 他会有个连结 好不好加LINE或Telegram 这频道 这Telegram个人私人你可以跟我们对话 这些 通通 要加入我们行列 因为今天晚上8点半 我要跟你讲推背图 来来 推背图 我要跟别人不一样 我直接告诉你 高于5到5.6怎么样 在这边高于5到5.6 基本上 我具体力不高 可是台股会回撤 5.3到5 怎么样 来就补 为什么 市场预期5.2还比较高 怎么样 因为 他还是下降 是 他还是比6下降 而且下降不少 有下降大概0.5到0.7 所以高于市场预期 会震荡 今天晚上可能会跌 或涨 这个我很难说 可是最终台股还是三万六 所以基本上 我认为明天会三万六 我是认为会有到5.2 最差是5.3 我认为5.4 5.5都不会到 这是我的判断 我不敢说百分之百 可是我百分之九十的信心水准 我百分之九十的信心 所以 5到5.2 bingo 三万六千五 明天重播 明天重播就这样子 就重播个20分钟 好不好 当然不好 但是太混了 所以5到5.2 三万六千五 5以下呢 喷出去三万六千八 会不会 这机率 这机率也蛮低的 这两个机率最低 可是机会留给准备好的人 你在这边你没有跟我一样 怎么样 压身家压这一档股票 就叫压身家 压身家 对 很多人听了以后 这这我要全压 你们不要紧张 按照指令 一个口令 一个步骤 好不好 一个口令步骤 那我们先看一下 大家敲碗看一下 大家我们要 有些人要讲棋卧 这不讲棋卧 好不好 来 看一下 来 棋卧如长歪歪请客 厉清是不是 看起来是美女是不是 是 请其他粉丝就好 这只棋卧要长歪了 但是习惯不一定 好不好 我爱投资产认真男人最帅 我就说八点半我熬夜 不是 我熬夜是八点半 我会熬夜到至少 十二点一两点 好不好 发文章正好八点半会发 这才是全市场最先讲CPI分析师 有没有看到 是 J 杨杨讲的 对 他很恐怖 他福利社也看没一集没错过 小汉听到 今天晚上 我就会熬夜跟大家讲 好不好 看起来讲其他人不多 那就算了 好不好 今天你太好看 谢谢你 好不好 好不好 限制止责 CPI打对责 好不好 对这乌克兰领带 对 希望乌克兰战则赶快结束 来 你说 有还是有起货 起货直战怎么办 好啊我今天跟大家 独家追 追学起货 一个 好 那一两个而已啦 那没关系我们快速 起货加一加一 好 我们快速讲一下 今天晚上他会起拉 我已经说过 晚上的时候他起货怎么样 现在看起来是没什么动嘛 对不对 晚上一定会动 怎样动 来 来看一下喔 他一定会动 他怎么动 是 譬如说他一定在吃上 他会上很快喔 他会看到上很快喔 或者是先下 再拉 站着拉 有可能喔 先跟你讲喔 所以 那时候你就知道 原来CPI甚至是今年最重要数据 如果你看财经节目 分析师我不管 因为有些分析师他就觉得 我不要解股票嘛 如果整天盘就好了 如果你看这种大型财经节目 的分析师他连CPI都不讲 我认为 他没办法成为一个 一线真正的分析师 我是要跟你讲 因为你今天晚上的起货 我可以打包票 这我反正99%的信息 他会大幅度波动 就是要么就急散 要么就急下 你听懂吗 是 或是杀剧 你懂吗 那如果CPI 我已经说见到5了 我再讲一次喔 来先看这个图再讲一次 我认为这两个几率都不高 先看这边 几率不高 好不好 这几率不高 那这边呢 我认为最有几率大概这两个 你知道吗 这个几率呢 怎么样 也小一点点 是 可是不是机会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这边 我认为就是5 归到5.5 顶多5.3 你听懂吗 5.3 5.4而已 好 可是不认为怎样他都会上万6 那如果是5.2 就算符合预期 照喷 低于5.2 5到5.2 16500 是16500 明天就上万6 我台湾50就到我射程了 就到1000万了 我对他很好 我是说赚1000万我才走 那我不会明天就走 我也不会单纯的 就是1000万就一定要走 凭感觉 就这样 我是跟大家讲 我就是持球对决 全台湾没有像我这样分析师 我很不屑那种YouTuber 哇我从几十万赚到 几千万 结果不是啊 靠了可能是家人的钱或谁的钱啊 或者是假的罪账单啊 有本事就要像我这样子 你要进场的时候我告诉你 账号在哪边 你去查证交所 我认为说你去查永峰堡 你瞧的 我认为看到出来啊 永峰板墙0050 我买了几百张 我买了500多张 我认为传途啊 所以 我就是喜欢持球对决的人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人家很多人嫉妒我 因为 他们没想象有一个分析师有这么大勇气 有这么大勇气 我就喜欢这样子 我要让你证明我就适合股票市场 所以今天晚上这个不要一直臭屁的 我觉得我要花 因为今天我要在独家教学 第2个 其我独家教学 因为我 我正老实话 我不喜欢去预测 昨天的事情 或 我技术分析 站上缺口 我站上技术现行 我这边还加差 但是很多分析都这样讲 我不知道攻击谁 我只会回击那种一直攻击我的人 不然我不会去特别回击任何分析室 拜托不要对号入座 我只要告诉你我跟别人不同 那技术分析那都是过去式的 我站上多少钱再站上多少钱 那个太一般了 我要直接跟你讲 今天晚上他就是要急盆 急冲的情况之下 我要怎么做比较重要你知道吗 来 今天有CPI 你们看到 这个很复杂 来 等一下 是 这有点复杂 我直接念给你听好不好 你自己把图截图好不好 如果你晚上8点之前还没加码的对不对 没关系 8点半之前已经压多的 已经做多了 我已经先压多单吧 是 如果CPI公布在5.3到5.4之间怎么办 你知道吗 因为我说过了 我说最差就5.3到5.4 5.3到5.4 他可能会拉回 马上先拉回 马上拉起来 所以你要趁拉回的时候 怎么样 在进场加码 小赚就要走了 因为他还是 没有到 没有很好嘛 因为5.2才好 是 符合预期 真是只要符合预期就好了 不像之前 之前符合预期他也不会怎么涨 这是不一样 这是只要符合预期 5.2他就会涨 你知道吗 而且会涨蛮多的 那所以5.3到5.4 他还是有下滑大概0.6到0.7 所以就算拉回 你要找买点 可是小赚要走了 因为毕竟 还是不是符合预期 听懂吗 懂 真的吗 那CPI如果公布在5到5.2的时候 没关系 你这边没有做期货没关系 可是你要懂我 郭望总的逻辑 这边有点快 因为有点快 因为是 太难了 你们有些人不懂做期货 可是你可以去学股票的这种逻辑 可以从期货的逻辑去学股票 CPI 公布在5到5.2的时候怎么办 再攒 小于50点的时候 对不对 你攒超过50点就要走了 因为 但是有可能攒超过100点 只是 对 我想要让你们 获利入带为安 是 听懂吗 我认为他会再攒50点 不会让你攒超过50点 因为5到5.2是符合预期 那后来 再攒5 那已经攒50点了 再攒50点了 已经攒超过50点以上了 公布以后再攒50点怎么办 逢高要减满 因为你要获利甚至逢高要获利出清的 如果CPI公布在4.9以下呢 哇 大喷 大喷就算攒150点我觉得都可以追 甚至200点就可以追 哇 因为什么 接下来有喷出行情 还会再攒 好不好 那这是 8.5之前还没加码 你看到数据 你才进场能怎么办 8.5会喷出去吗 如果是5.3到5.4 他可能会 拉回很快 马上要拉起来 所以你要趁拉回的时候赶快买 好不好 5到5.2呢 这时候你要赶快追 可大于50点就不能追了 你懂吗 大于50点不能追 小于50点呢 你进场可以追价 因为他是符合预期的 所以你知道在公布的时候还没有涨超过50点 但是他有没有可能 还没有涨超过100点你可以追 可以 我今天讲的是最安全最safe的方式 因为我今天粉丝太多了 一定有人拿些话来叮我 你知道吗 就这样 竟然蹲太拉起来了 还是有人来叮我啊 我可以叮什么 我可以单独我没有 从以前到现在没有这张股票啊 我是简介的事情 你看到越批评我的分析师 越批评我的同业 他连跟我同台PK比赛的 勇气都没有 我自己讲大力 勇气都没有啦 连买10万块的台湾50都没有 因为真的像我这样去参加选拂比赛 压力多大 真的像我这样你去公布对战单 不是那种P图了 秀图了 不是只有会员 资料了 你知道我郭总承受压力不是一般人 我还可以笑笑那时候 你还记不记得我在节目上 我赔500万了 赔600万拜托你们 我还说老天爷要送钱给我花什么不好 是啊 老天爷送给我礼物什么不好 对 我就直求对决 我直求对决 我不会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 一直去互批评别人 我之前跟你讲我怎么做 情况三 CPI公布4.9%以内 对不对 8点半之前还没加码了 你可以加码 你可以加码 好 因为 展幅在150年之内 你赶快去追 我这边不好意思我讲得有点快 你自己 有没有办法全 那个全画面 不要有我的画面 不行好 好没关系 好 来 那没关系 去去去 来你们自己看 截图截卡 还没加码的 加码的 还没加码 8点半之前还没加码的 8点半以后才 哎 什么意思 他只写错了 还没关系 应该这样 8点半前就已经进产了 对对没错 8点半 以后才进产了 8点半前没进产的 对 这些做法 好不好 这个图没做错 大概是我的想法 好不好 快速一点 反正 就会拉起来了 你就要说你就会发现 验证我准不准 一件事嘛 我的 路撰 我的那个 路线图 我的推背图 有没有对吗 第二个 今天晚上骑我什么骑拉骑杀 你就知道这对不对吗 这数据资料对不对吗 对 一定会对 至少大幅度波动 我绝对有把握 那你就知道 财经节目 解是什么 解是专业性 专业性 你知道分析师最难也最简单的是 我可以喊100个理由看空 因为每天都有看空资料啊 因为都有看空的人啊 我可以引用看空的人吗 像我今天可以讲什么 巴菲特怎么样 今天巴菲特狂卖台积电吗 说 不是今天巴菲特 是巴菲特卖台积电 他要怎么样 对 是说 今天消息暴露是说 他竟然是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 可是很奇怪的事情 两岸问题 已经由来已久 至少超过70年了 是 没有错 所以我就觉得他真的是为分手找理由 根本就是渣男的借口 差有借口 两岸问题已经 已经存在已久了 70年以上 超过70年 你就那个 之前都是单家主播的 那个 腔掉出来了 来 我要跟大家讲到重点了 我说都可以找理由 每天分析师最难 最简单也最难的是 我每天可以找100个看空理由 我可以随便找 展的理由 反正我只要 乱射飞标就好了 可是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逻辑在哪边才是重点 就像我讲的 8 点半你去看拜托 你看他台紫席 随便一个删除软体 或永峰哪边 罩峰随便一个软体 都可以台紫席看夜盘 8 点半直接这样 乱喷乱动 就知道这个数据很重要 那就知道我的逻辑完全是对的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台积电 这个 你说巴菲特渣男 我认同 说话不算话 他说如果你持得有一档股票 不打算持有10年 你连一秒钟都不该持有 对 前后邏輯对吗 不对 可是没关系 反正他就是古神 古神讲话就是 就是 就是不一样 好不好 那我们要尊重他 好不好 那我只告诉你一件事 他这个理由蛮好笑的 为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第2季买嘛对不对 对 第2季在这边 这个是那时候8月的时候对不对 是 8月初的时候 谁来台 裴洛西来台 对裴洛西来台 他的成本大概在这边 在这边 请问你 他裴洛西来台 他只买这边而已吗 这8月份 7、8、9 9月一定有买啊 有买 对啊 嗯 难怪倒不知道那时候裴洛西来台 然后均演的 也很严重吗 来均演一个礼拜吗 而且就像你讲的 问题有70年了 这个你要因为这个做空而抗外 台湾 真的很悲哀 嗯 真的很悲哀 同学我在检验一件事啊 你看喔如果你 跟我一样的岁数你知道 年轻的时候 很多艺人啊想去加拿大发展 想去美国发展 到时候怎么样 还有很多人是怎么样 很多人啊 卖掉台湾的土地啊 去LA发展 就很后悔 是 为什么后悔 因为人清土清啊 我的意思是说 你要就要 压保好台湾 你想想那么多 除非你有钱到好几亿 那我觉得你资产可以布局到国外 不然你有一副好像 我因为为了台海可能有万分之一 甚至不到万分之一的战争危机 你每天担心东西西的 你一辈子不会快心啊 对 我讲句难听的话 如果就在100年后 台海发生战争的 跟你什么关系 跟你什么关系 而且这个战争方式 说不定就是 没有流血的方式 你想那么多干嘛 你听得懂吗 不要每天一直担心这些 无所谓的事情 你要做空可以找很多理由 可是逻辑要对才对 好不好 巴菲特在这边 事前的都知道了 他讲这个理由 实在是没有意义 第二件事情 如果真的台海危机 很严重的话 应该现在全部出清 Right now 他有全部出清吗 没有 至少第四季还留了 大概两层嘛 对 所以 这个一切的一切 我一个要前面 要懂逻辑 好不好 懂逻辑 我们看一下大家 的一个反应 来 巴菲特有几个十年 巴菲特九十几岁了 应该没有 应该我活比较久 但是我希望他活更久了 好不好 看起来很不错 渣男借口 我蹲在归民地买 我蹲在之前没有人理我 来 哲哲不用浪费时间 去批评别人分析 对啊我也觉得有时候 烂费 我只要让你知道一件事情 我还是要花个十秒 越批评我的 连公开比赛都不敢 借这句话 连公开比赛 活在自己的世界 我很认真跟你讲 好借这句话 虽然这样讲话 他听得会更难过 可是 就是事实 那你最好的方式 就不要批评泽泽 好不好 来 网友可以批评我啦 我很欢迎 因为有些可能是粉丝 有些是粉丝你跟到股票了 虽然我也觉得我不该负责任 可是 我许你们批评我 我都可以接受 好不好 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一件事 846南店 今天南店一堆人说 泽泽南店快不行了 我都不懂我原南店 我原南店跌停板你知道吗 你们不要每天吓我 好不好 好不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来我们现在 公二比较开心的简讯 好不好 开玩笑的 你们还是可以啦 8年半的时候 等一下 好 投资长先插播一下 外资今天买超 53亿 这都小事 是 这都不重要 每天CPI 5.2 5.1 我告诉你外资买超 100亿给你看 行不行 好 来 为什么 因为CPI 5以下 很简单 我已经告诉你了 来来我告诉你一件事 CPI只好明天 5.2 就今天晚上5.2以下 5.1 然后你就会看到 那个 公债殖利率急速下滑 我可以重播 公债殖利率急速下滑 然后美元值速下滑 为什么不升息 不升息 我买 不升息我干嘛买美元 我干嘛买美元 那公债殖利率就会下滑 是 那钱我跑哪边去 跑到台湾里面去 对 然后台币就升值 那股市就攒 那你就看到有些废话的 人在分析 分析什么 你看啊 这个 殖利率下滑了 你看那个美元值速下滑 难怪台国会长 只要四四而非 就像 我站在这个 台积电我站在500元 我站在600元 但是会喷700元 我不讲这种四四而非的解释 所以 你要搞清楚谁是真正厉害 跟谁不是真正厉害 虽然我讲话很臭屁 可是如果你真的听懂 什么叫逻辑的话 你会觉得我的逻辑 会比一般人好 我是很认真跟你讲的 拜托你各位 你要记得那句话 那句话是蛮好玩的 恭喜292华新科 盘中差点展平板 股价算10个月新高 华新科是不是五冠红的股票 是 五冠红什么时候 1月30号送嘛 对 五冠红 还有爱浦嘛 你看 我五冠红这张股票都送 大家都知道 送资料 你知道每一次送资料 大家都几千人 我看下次我送资料 应该 3000人有可能 我每一次送资料都1500人起跳 1500人起跳 你要选择第一名分析室 业界没有人送资料 有这么多人索取 为什么 因为大家知道我送资料最有料 大家知道我股票胆胆标 而且大家知道我送股票 有价有量 我不会出货给你 我最不屑这种事 我关到台湾50 可以赚1000万 我要出卖我灵魂 某人都没有 某人都没有 我没钱的时候 我都不会出卖我灵魂 更坏我现在有钱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 我从10万块起家 来 我不会做这种事 来 所以 算股票 有价有量 喷出去 华欣哥就喷出去 那跟华欣哥有关系是怎么样 MLCC 那个 也算MLCC 勉强算是 关节 这个怎么样 也喷出去了 我是说怎么样 你那时候还拿酸结棍吗 哼哼阿易看我使用酸结棍 就关节嘛 喷出去 所以我一堆股票 在创新高 可是这都不重要 我们过去你来不及参与 我的未来你一定要参与 嗯 我今天讲话虽然节奏有点快 我是要让你知道我做每一件事 包含期货这些东西 我都有做好准备 所以by the way 我顺便讲一下期货 来 讲一下什么期货来 今天有那个软体 等一下 没有软体吗 好 没有 这个软体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都有一个期货软体 等一下 有 我们有个软体叫 编分大未来 这个 这个 你有期货你觉得不错的话你都可以做 为什么你都可以做 看一下 有没有看到 这都可以吗对不对 这个告诉你红K 黄K 什么都做 你知道吗 绿K就是做一路做空 我们用颜色来告诉你 怎么做玩笑 好不好 这个没时间 因为做期货的人比较少 好不好 我就不说了 好不好 你看红色的时候 连续涨有没有看到 这是日K的时候 都可以掌握到这个区间整理平台 区间整理平台就黄色 你可以就高 低买高卖 好不好 红色人就一路做多 有做期货的人再说 不好意思 这次 也忘记跟你讲 我本身有期货分析师 而且我十几年前考上期货分析师 我台湾算是 前一两批考上分析师的 你不要 对没有跌破你眼镜 看者子好像很右批 没有 我跟大家讲 其实 我已经在分析世界已经16年以上了 好不好 先跟大家讲 小秘密 那时候期货分析师也是 第一批考上的 好不好 来 所以 来 真的 所以你会发现到 只是没凑屁 不然臭屁的事情 臭屁不完了 这个关节 来我们来跟你讲 再看一下股票 你说 蹲待你们很奇怪 蹲待的时候 三几块都不问我 又问我 其实我对这张股票 我是又爱又怕 的确以前很高都是买过 那这种股票就跟那个一样 那跟什么一样吗 2609阳炳 你知道吗 2609阳炳 2609阳炳很好笑是 你知道吗 就是我是一二十块的时候就开始 做多 报纸都有为政你知道吗 不然我怎么188% 然后 结果有完以后 酸民就说 我买了200多块 为什么买了200多块 他不是你的会员 为什么买了200多块 我这一段 赚这一段 这边买 这边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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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777出 都赚钱都不算我的 这边涨上去下去都算我的 蹲待也是这样子 你懂我意思吗 蹲待有没有买高过 真的是有 我真的是有 我就说我 就是直求最绝于男子汉 我管我准不准 我承认嘛 是不是 我最坏就顶多不讲 我不想去说话 我说一说话我讲话就卡 所以我干脆不讲 蹲待也就怎么看 这边现行 只会再往上喷出去 基本上最烂的已经过了 这是个对折股 好不好 250你说 之前折到50几块 而且你还原儲存钱已经100多块了 人家儲存 现金鼓励是85块以上 跌的没有大家想象那么严重 好不好 就跟大家讲 蹲待这边现行 如果这边再回去 基本上再回去 90块以下 你可以考虑做一个进场 当然你自己盈亏自负 如果你不是我会员的话 好不好 来 这是什么 刚才是 这个股票吗 是 今天 时间很满 对 早早不要讲起货 如果你们觉得起货想要再讲的 你底下要留言 不然以后我不讲 因为今天花太多时间在起货 我不知道 CP值划不划算 因为比较比较少人 是 来 3491 森达科 股价天天涨不停 收盘价已经连续5天 创新高 5天 是不是跟台股一样 森达科跟要求是每天可以怎么样 突袭突袭突袭成功 嗯 对今天也是拉尾盘 拉起来了 你们知道 那我们看基础现行怎么样 是每天涨 这个就跟现在台股一样 就跟我现在心情一样 我每天都很高看 每天都穿新高 每天穿新高 已经连续4天穿新高 是哪颗 你要选就选什么 你选天天涨停你抱不住 而且选天天涨停这种都一下到底的 你没有在第一根涨停之前买到 你都不会买到 可是我看别人都买到 没有 是啊 你都看别人都买到 然后呢 你真的相信 你真的相信就傻了 每天都可以买到最低点 那为什么是泽泽人数最多 为什么泽泽是泽泽可以打破 玄谷记录保值 为什么泽泽靠台湾50 实战记录 从以前到这样分析是这个行业二三十年 最后泽泽做这种事情 你不要卡白脱 很多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好不好 真正股票你要天天涨不停 才可以抱得住 天涨停你也抱不住 你听懂吗 而且天涨是一架到底的 好不好 很难抱 好不好 所以圣达克这种股票 我觉得比较好 比较适合你 那在此之前我还要讲 压身家 这张股票 我要压身家 你自己参考 是 好不好 今天有点开高走低一点点 所以你明天再跟我一起压身家 但不错 好不好 对吧 除了这以外我们来看一下 你会不会压身家自然股票 然后 哪一张股票涨上去了 然后你就说 这 自然股票 我自然股票是我买的 我不会 我不会 我不需要这种事 到时候我会提出一个关键的致命点 不要说致命点 这样不好 关键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逻辑 自然股票跟压身家什么关系 喔 好不好 这样才有意义嘛 不然 展上去都算我的 盖牌这样子 这是20年前的头部做法 我们要做这种事 好不好 我也不要谈盖牌 来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几分了 好 最后预算怎么样 我是不是跟你讲预算我们没打算出 是 幸好 对 我有幸好跟你讲 我们前后要 前后要呼应嘛 对不对 我不要前后不一啊 我每句话都是一啊 5351的预算 股价其达尾盘 股价是怎么样 收盘价再创7个多月新高 手上持股 获利序报 获利最高已经超过25% 什么叫获利最高超过25% 所以因为我们我有多次加码 最低点加码的已经超过25%了 是这个意思 好不好 因为我基本上我最近这几个月应该说 我这么 这么有名的分析师 我基本上 我每天都会有会员 加入行列 所以每天都有会员希望我要进股票 我不一定会理他们 说实在话 因为我希望跟着我节奏 可是我也不可能一个月都不理他们 这样会期会浪费 所以基本上我还是会进股票 所以我进股票之后我会多次 看好股票我会多次加码 所以这股票多次加码 如果用别的那种老头顾的圣盘 我可以说我这算25% 然后第2次加码赚20% 第3次加码15% 加起来 可能那个差不多60% 没有没有我没这样算的好不好 我就是获利最高超过25% 看清楚 手上持股获利序报 这是什么5351的预算 你看 要创新高了 收盘在新高 所以明天就要喷剧 所以这些线图 包含生达科 包含预创 包含创为 有没有 这都差一根 差哪一根 万事俱备 值千当风 我连8点半要做什么事都跟你讲 8点半等着你 你不加我LINE 不加我Telegram 尤其是Telegram LINE我最多就发个一次 我告诉你 晚上8点半 我的call打就这样子 发一折一万块 你知道吗 发两折我都可以日本机票来回来 我跟你讲 没必要 是 就跟大家讲 所以我就发一折 好不好 发 Telegram我可能会发很多折 8点半我等你 好不好 想清楚你不要怎样8点半 你真的很准 或者他8点半 哇塞噴出去了 那你赶快来报名 最聪明的方式是赶快来 好不好 你自己看我们 多热烈的一个选项 多热烈的大家 有没有看到 你看真的没有人像 自己的进行凡事能像指责一样 准是这样有没有 对 他说他有看过其他类似的 这边后面看不到 来 有没有看到 所以你看 没有人像我指责一样 因为我就是很敢预告 好来 来来来 不论对我有错 一切一切的预告到前面 谢谢你 Telegram 赞赞赞赞 我也爱你们 好不好 压好压满 起过家里 晚上8点半喷出去 压身家男人不会只压一家 来来 我三个小孩都压去 拜托拜托小孩不要乱压好不好 突然真的猛 送的每一只都狂飙 有没有 宇宙低 天天欲 天天去 没有不一定要今天欲印 你压身家可以吗 压身家他是一个代号 好不好 是一个代号 好不好 你们不要那么紧张 不能怎么样 不要借钱 不要开玩笑 不要看到现在赚钱 冲温头了 其实我跟讲 人情人暖我最知道 只有18600点的时候 每个人看到我在股神 你知道吗 起立立正当好 你知道吗 跌到 12600点的时候 只差 只差像落水狗一样 过街老鼠一样 没有必要 好不好 创伪这都只差一根 好不好 最后我跟大家讲 还是要讲 我最看好还是 什么 ChairGPT概念股 AI概念股 爱普 好不好 还有什么 30什么 3035的智语 好不好 还有什么 M31 M31最近也是新欢 好来 注意一下 好不好 这些股票都是一样 能力也不会太差 重点是什么 关节一堆股票 今天 创新高 还有什么 2492 花新科 太多股票了啦 哎呀 好什么 哎呀太多股票我受不了了啦 预创 5351 创收盘价新高 这些股票 通通 都一直在创新高 还有圣达科连续事件创新高 不论对我做一切切 预告前面 CPI 推背图 8点半 你看到台子旗这样震荡 你知道 原来哲哲一直可以掌握 全台湾全世界最重要的基金数据 就像那时候SVP银行 我还告诉你SVP银行怎么做 保障存互的 的存款 所有存互存款 所以美国都照做了 照我做了 不是预告前面 荣耀华尔街 是要领先华尔街 不只要领先台湾的意思 所以 CPI推背图就在这边 下好离手 明天就会3万6 只有我敢直接告诉你 就是要3万6 不是要模拟两可 不论对我做一切 预告前面 去想看两者的没事 余处各位能够赚他钱 谢谢各位 想要知道更多标股资讯吗 欢迎您现在 就拿起电话 拨打0800 668085 0800 668085 荣耀华尔街 我们再会 观众朋友注意 最近诈骗盛行 我只有3个官方账号 除此外都不是 LINE 小组 S178 Teragram官方频道 小组 A178 178 Teragram私人账号 小组 S178 178 注意哦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 Z的账号 或者后面是A的账号 这些偷偷假冒 只有这3个账号 谢谢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赞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 谢谢各位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